你 如果蒋树成的死 真的是邓子文做的 那Wendy跟这个案件又有什么关系 那会不会 Wendy很有可能就是邓子文的头 事到如今我觉得你不应该再有所隐瞒 只有尽快抓到凶手 才能确保你的人身安全 姐 你快说吧 我跟他谈Henry的遗产一些细节 义以组的日期 是蒋树成遇害的前面跟伴 又一个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 Zither Harp 在湖边沙漠总飞行 风沙来袭 坠落河堤 白天和黑夜不清晰 灵魂是空 天是泪滴 不速达在一起 看你 调佛吧 前面的人 有什么趣 你我猜�� 你你不应该无论 我态就得欄 你不应该无论 内的难度 你不应该无论 同时坐进心脏里 怎么安宁 有些罪名 背负着雪白的目的 有多少人能够看得清 分得明 杀了同行 不过微影 已经不再看得清 最后的结局决定 从头追尘了自己 刘薇哥 今天怎么这么早 我昨天重新研究过案子 我还是想不通 为什么那个凶手 要杀死蒋医生和那个律师 是不是除了邓紫芸的案子 还有其他的医疗纠纷 是我们不知道的 你这几天有没有见到妮姐 有 她昨晚才回家吃饭 她是不是还住在蒋淑珊家 是啊 我爸一直劝她 她都不肯搬回家 那一间豪宅 是不是已经过户在很明下了 我不清楚 关于遗产的事我没有问她 那你姐最近在忙什么 你干吗这么突然关心我姐 朋友关心一下不行 就这么简单 你有想暗示些什么 你不会是想要跟我姐复合吧 你觉得还有这个可能吗 当然有这个可能 我姐的未婚夫死了 将来她很有可能继承一大笔的遗产 世人都会想要跟她复合的 我的推理合情合理吧 怎么样 是不是被我说中了 你觉得你对妮姐有了解多少 肯定比你多 好 那我问你 你觉得妮姐现在最在乎的是什么 当然是工作 就跟你一样 没有了感情的寄托 就全心全意投入在工作上 除了医疗发展计划 妮姐还有没有进行其他的投资计划 应该没有吧 看来你知道的也不比我多 这是你最爱吃的酸甜鱼片 来 多吃点 谢谢爸 你啊 就算你不回来住 最起码要多一点回来吃饭 听到了吗 不是我硬要把你拉回来的 是老爸下了圣职 等我忙完手头上的工作 到时候有多余时间 每一天回来都不是问题 你每次都这么说 从你逃入社会工作 就从没见你休息过 爸 你放心吧 这一次我不会食言的 吃饭吧 爸 没事吧 没事 我回房间换件衣服 我知道警察局的工作很忙 可是你也要花多一点时间陪老爸 你还敢说我 那你干嘛不干脆搬回家一起住 不如你和爸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吧 反正我那里地方多的是 还是算了 地方太大 我反而不习惯 是不是还在查张律师的案子 既然一个嫌疑犯都找不到 高层已经对我们施加了不少压力 我听有为说过 好像那个护士已经证实跟这个案子无关了 他找过你 我们昨晚通过电话 你们聊了什么 就聊案子的事 没有聊其他的 你想要知道什么 早上有为哥一直有跟我聊到你的事 看得出来他还很关心你 我们是朋友 朋友之间互相关心 那是很正常的 干嘛你们两个人的答案都一样的 是不是串通好的 很神经病 是有空跟他串通 难道你对有为哥没有感觉了 小倩 我的未婚夫刚刚过世 你觉得现在问我这个问题合适吗 女人在这种时候 特别需要男人的呵护 况且他又是你的前男友 如果你跟我说你对他有感觉的话 我也不会感到奇怪的 没有 我当他只是一个很特别的朋友 那就是还有机会的意思了 我都说了 我当他只是朋友 通常女人把男人归类在特别这两个字 那就代表他们的感情不一般 你怎么变得跟老爸一样啰嗦 吃饭嘛 你废话那么多 太太 陈先生来找你 有为 我刚好经过这里 所以是不能过来看一下 有心了 坐吧 你还好吧 我很好 Henry的案子有进展了吗 暂时还没有头绪 听小倩说 你不打算帮回去 这里毕竟是Henry留下来的地方 我想要等律师宣布了遗嘱后再做打算 如果他对这里另有安排 我想要留下来也不行了 他没有给你提起过遗嘱的事吗 他又不是七老八十 谁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医疗计划现在怎么样了 有打算找人接手吗 这是Henry的遗愿 也是我唯一能帮他做的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 我不会放弃 对了 听说自从我们分手后 你一直单身到现在 你那好妹妹还真多事 干吗不找个女朋友 工作忙 没时间 就这样 借口 其实我觉得 你应该认真地去找一个对象 让自己稳定下来 伯母一定很想快点抱孙子 如果爱情由你讲得那么简单 那就好 是你想得太复杂了吧 一个人单身久了 慢慢就会习惯一个人的生活 有时候真的懒得去认识新的对象 更不用说还要跟对方 慢慢地去建立关系 一个人更轻松自在 不用每一件事都要迁就着对方 其实建立一段关系 并没有你说得那么麻烦 就看你愿不愿意付出时间和心思而已 至于你刚才说的迁就 我觉得应该叫互相尊重才对 就好像你跟Henry 只要你肯踏出第一步 认识新朋友其实并不困难 重点是不要因为怕受伤 而白白错过了属于自己 真正美好的姻缘 所以你打算介绍一些千金小姐 给我认识吗 如果有适合的对象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不过也要看人家 他愿不愿意跟你约会 拜托 你还真的把我说的话当真 你知道我是最怕那些千金小姐的 太太 到时间吃药了 谢谢 身体不舒服吗 我最近常失眠 所以跟医生配了一下明药 若不是很严重的话 就尽量不要吃吧 对身体不好 放心吧 只是一些帮助睡眠的药 他忘了拿水给我 不好意思 等我一下 跟法医确认过 蒋树成和张旭慧体内的药物成分 跟王小凡服用的DicePam是一样的 我也问过医生 小凡所服用的安民药 是一般市面上都找得到的 而且其他牌子的镇定剂 也有同样的成分 虽然没有办法一百百分肯定 蒋树成和张旭慧服下的药物 是来自王小凡 不过单从这一点和遗族的内容来看 王小凡还是最有可疑的 现在下定路还太早了 我们还没找到Wendy 她才是这个案子的关键人物 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 说 之前张旭慧遇害的停车场 电视电视电视不是拍到 凶手的车内还有一个司机吗 我一直在想 假设Wendy就是杀死蒋树成的凶手 会不会就是王小凡支持的 卢哥 你跟他比较熟 你认为这个可能性大吗 这位 有威哥 你们两个是不是在聊关于蒋树成的案子 是不是发现什么新线索 没有 我们在闲聊而已 是啊 找到什么事 刚接到通知说 郊外发现一具女尸 详细的情况我会尽快通知你 好 谢谢你 什么情况 初步估计死者而死亡时间 已经超过了72个小时 除了在死者颈部发现有刀伤外 在死者其他部位 没有发现到任何的伤痕 真正的死亡原因 还要等进一步的 验尸报告出来才能够确定 如果是割喉的话 现场应该会留下大量的血迹 这就表示了 这里其实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还有一点 法医已经确定死者脸部的伤口 是被野生动物所咬伤的 如果是野生动物咬伤的 那就奇怪了 为什么他们只是有死者的领部 而其他的身体部位却忘了无缺 李维哥 暂时在死者身上和附近 找不到任何针见 所以无法确实死者的身份 问过了目的者 他住这边附近 每隔几天他都会来这里溜狗 他说他的口平时都很乖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不受控制 一直往这个方向冲过来 结果就发现尸体 不过最不可思议的是 他说他看到自己的狗狂兴大发 一冲前就去啃食者的脸 《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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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狮 《冲头》 已投过 怎么找到她的身份呢 人人在案发现场附近 找到手机和钱包 我们也比对过上面的指纹 确定是属于陈慧宜的 手机那边呢 有没有其他线索 科技组同事说 因为手机泡过水 所以需要断时间修理 如果凶手有心要隐瞒死者的身份 那应该不会这么容易 让我们找到死者的证件 可是她并没有这么做 还有 这个陈慧宜和蒋书成 到底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凶手要对她下手 还要用这么残忍的方式 来破坏她的面条 你叫混蛋 你就是要强奸我女儿 太太 我 妈 不是这样的 你欺负我女儿眼睛看不到 对她做出这种事 你还是人吗 不行 我要报警 妈 不要报警 其实这件事情是我主动的 你说什么 她说她真的对我很好 只要她不嫌弃我 愿意照顾我就够了 我会负责任的 你根本就是欺负她眼睛看不到 子萱 她坐过牢 她不是好人 海生 你是不是愿意娶我 你是不是愿意一辈子照顾我 快说 你到底愿不愿意 我愿意 妈 你看海生她都答应了 这个男人到底有什么好 妈 我这么难得才找到一个 我这么喜欢的男生 那男生就不能够成全我们吗 海生 快扶我回房间 都怪刘姐把那天晚上我在这里过夜的事告诉我妈 都怪我不好 如果不是我一时冲动就被搞成这个局面 一时冲动 难道你对我不是真心的吗 妈 你不要误会 我只知不知道要怎样让你妈接受我 毕竟我坐过牢 而且还一事无成 我怕你跟我在一起会一起吃苦 我不怕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我就满足了 你这样做值得吗 我根本的配不上你 如果你是真心对我的 那么这一切都值得了 我当然是真心的 如果我有件事情想要你帮我 你愿意吗 莉莉 你想要自己尝试弹弹看吗 不要 这是最基本的 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曲子开始学起的 你弹的我不喜欢 我比较喜欢低大调的版本 你刚开始学钢琴 就应该一步一步来 先把基础的学好了 再慢慢研究其他的版本 好吗 我就是比较喜欢低大调的版本 为什么你要逼我跟你弹一样的呢 莉莉 你听老师说 等你把基础的学好了 我就教你弹你所想要学的 算了 我不想学了 莉莉 这小孩真没礼貌 一定是被她父母宠坏的 她走去哪里了 她好像打电话了 应该是要回去吧 快带我出去找她 莉莉呢 她好像在等人 莉莉 有一辆车来接她呢 她是不是上了那辆轿车 是啊 赶快跟上去 你又想做什么 别问那么多 跟就是了 你叫我跟着的那个人 是不是那个城中富豪方家隆 原来她是莉莉的父亲 那我们为什么跟着她 你很快就会知道 你很快就会知道 他们停下来的 这里是哪里 公园 他们在干什么 莉莉下车了 她好像去后备箱拿东西 来 我帮你 好美 好美 你看看里面有什么 好美 爹地 莉莉 生日快乐 谢谢 爹地 你看到那边 嗨 爹地 老师 为什么你会在这边 原来方家隆带她女儿来这里过生日 而且还约了一些小朋友来帮庆祝 想不到方家隆一个有钱富豪 居然可以对孩子这么贴心 也难怪莉莉会这么任性霸道 原来有个这样的父亲 子玄 你怎么了 我想待在这里了 开车 子玄 你没事吧 停车 我要你马上停车 到底怎么了 我哭了这么久 你连一句安慰的话也不说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哭吗 我知道你哭一定是由你的原因 你要说 你自然会告诉我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一个故事 关于我的故事 你愿意听吗 你知道吗 其实方家隆 是我的亲生爸爸 可是你妈不是说 你爸爸常常在外国共干吗 那只是她用来骗你的借口 我妈是方家隆的二太太 我就是她的私生女 现在你明白吗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莉莉是她的女儿 我找私家侦探查的 是她告诉我 莉莉在哪里学情 所以我才特意求妈 让我在哪里交情 其实从小到大 在我的印象中 我和妈从来都没有跟爸一起住过 她也很少会来贪念我们 一年只会来两次 就是妈和我的生人 所以一直以来 我特别期待那两个日子 可是后来 她老婆为她生了一个小女儿 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了 你不要不开心了 那些都是以前的事 你现在有个很疼你的妈妈 还有我 我明明也是她的女儿 为什么她从来就不把我当成女儿看待 难道私生你就可以不管不顾了吗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她根本就是一个混蛋 她只在乎她现在的家 要不是当年她见死不救 也不会害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爸爸救我 爸爸 你女儿的声音你也听到了 现在满意了吧 好 现在我要五百万 你不要跟我讨价还价 总之没有钱 你就不要怪我对你女儿 喂 喂 放假了 竟敢盖我电话 你做什么 不是耍牙一百万的吗 干嘛突然点加了这么多 不做白不做 而且我就不相信她给不起 万一她真的不给 怎么办 她不给的话就寄她女儿手指给她 看她还敢不敢盖我的话 我没有想到 她竟然不肯答应那帮绑匪的要求 害我被他们虐待 结果眼睛受伤了 从此什么都看不到 一辈子这样吓死 都是她害我的 你冷静一点 这些都是以前的事情 你不要放在心上了 你要我怎么冷静 我不是乞丐 我从来没有稀罕过她的钱 也没有要求过她任何的施舍 你懂吗 我要的只是一个父亲的爱 我懂 那你愿不愿意帮我 你要我帮你什么忙 我要你帮我绑架莉莉 我和莉莉同样是她的女儿 为什么我们的待遇却可以天差地远 我是一个见不得人的私生女 凭什么莉莉却是她的掌上明珠 我不敢行 我一定要让她知道我有多痛苦 你先冷静 不如这样子吧 你干脆约你爸爸出来 把你的想法说给她听 就当是找个机会骂她也好 让她明白你的心意 没用的 在她心中 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女儿 我一定要绑架莉莉 这是唯一的办法 绑架是很严重的罪 被抓到可是要坐牢一辈子的 对不起 芝萱 我不可以让你做这么危险的事 林海生 你到底愿不愿意帮我 我不可以让你这么做 芝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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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放芝萱 你知道自己做什么吗 连你都不肯抱我 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你放手 不要这样 你不要这样 你知不知道我的心有多痛 我就想要一个王子的家 和一个疼我的爸爸 难道我这么做错了吗 芝萱 芝萱 2 2 3 4 6 5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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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教我 这该怎么办 一般上 现人跳只要花钱 就可以解决问题 可是你遇到这一刻 更棘手 连花钱都解决不了 你觉得我还可以怎么帮你 你真的没有办法 那我是不是要找有为帮忙了 你不怕她告你强奸吗 都说了是你请我愿 什么强奸 你请我愿不是你说的算 而且大多数的人都会倾向于相信女生的话 所以你意思是要答应她去绑架那个小女孩 一个是绑架 一个是强奸 你自己去衡量 哪一个会比较严重 难道真的没有其他路可以走吗 其实事情并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严重 方小姐会有这种极端的想法 也是源自于她童年的创伤 所以她才会想透过绑架她妒忌的对象 来得到事情上的威竭 那我还可以做些什么 她现在这种情况一定要马上接受治疗 不然就会变本加厉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想办法替方小姐解除她的心结 因为你这句话我就安心多了 谢谢你 我看得出你对方小姐是认真的 其实我们会交往 都是因为当初她的主动打动了我 只是我不明白她的内心到底是怎么看我 现在的年轻女生一般上对感情都比较直接 她们会为了一时的冲动 又或者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而爱上一个人 可是她们也很快就会发现那些是错觉 对方小姐 你确定 我身上一点好处都没有 就算她要骗 她也不可能选择我 可能她已经骗了一些东西 只是你还没采取她而已 她的性格就是这样 很容易相信别人 又不等得拒绝 被人利用了也不知道 你也觉得方小姐是在利用她 海神是做过唠叨 如果她去报警 说海神强奸她 所有的人一定会相信她所说的话 其实我也在怀疑方家司机的死 可能跟方子玄有关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海神岂不是很危险吗 放心吧 方子玄会对海神提出这样的要求 就证明了她对海神有一定的心愿 这也将会是我突破方子玄心房的唯一途径 你是打算利用她对海神的信任 其实这一切都是方子玄的心魔在作祟 她心里不平衡 再加上她把失明的责任 都归咎在她父亲的身上 所以才会有报处的念头 我只要让她想通了 事情就可以解决 你会不会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本来就是这么简单 有可能我还可以帮海神得到她真正的幸福 海神跟那个方子玄在一起 我始终不放心 总而言之 你好好看着她 不要再让她受伤害了 我只要该怎么做 你放心好了 这么晚了 还不睡 那件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还晚了 明天再谈了 你是不是后悔 想拒绝我了 我没这个意思 我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想想该做些什么 你害怕了吗 毕竟绑架不是一件小事 万一被人知道了会很严重的 那你愿不愿意为我冒这根险 你答应我 只要不会伤害到任何人 我一定会帮你 你放心 我只是不想让我爸爸好过而已 并没有伤害莉莉的意思 海生 谢谢你肯帮我 子玄 其实我有一件事想问你 什么事 除了我之外 你还有没有跟其他人提过 我叫莉莉的事情 没有 真的没有 那为什么之前的司机阿东 会无缘无故提出辞职 他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怀疑我是阿东那口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了解清楚而已 算了 你不想帮我就算了 我也只是担心你被别人骗 才会多问几句 要是那个司机不怀好意 利用你来做坏事怎么办 你真的是这个意思 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 其实你猜得没错 我的确有跟阿东提起过绑架的事情 可是我好像吓到他了 他不但拒绝我 还马上离职 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了 不过在他临走之前 我是又给他一些钱 让他不把这件事收出去 那你也不知道 什么人跟他有深仇大恨 想要杀他 是啊 他们是认识的 惊讶吧 原来陈慧宜两年前 当过蒋书臣的游艇副手 还经常一起出海 不过去年就移居海外 两个月前才刚刚回国 知不知道他是为了什么原因 离开本地 不清楚 不过他离开的时间 好像就在涉立冰处意外没多久 还有一件事情 你会更惊讶 什么事 你确定要知道 废话少说 这次科技组 从陈慧宜手机拿到的联络号码 这个号码是谁 你应该很清楚吧 小凡 难道他们是认识的 我查过陈慧宜的通话记录 你看看这里 这个时间点 陈慧宜打过电话给王小凡 你是说张旭辉出事两个小时前 小凡联络过他 尤卫哥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件事情 向江Sir报告 江Sir 有什么事吗 刚才以为向我报告了 连环修杀案的进度 我们找到新的证据 对这案子有很大的帮助 是不是已经锁定了嫌犯 我们怀疑这山中命案 跟你姐也就是王小凡有关 江Sir 是不是哪里搞错 我姐怎么可能会失雙手 虽然现在手头上 只有一些表面证据 但是根据总统的结项来看 你姐的确是最有可疑的嫌犯 什么证据 小波在张旭辉的车上 找到一份蒋树辰的遗嘱 唯一的受益人就是你姐的 就因为这样就认定我姐是凶手 这也未免太牵强了吧 问题是 立这份遗嘱的时间点 正好是蒋树辰遗害得起一个心情 但是根据你姐给的口供 她并没有提到这一点 那也并不代表我姐有所隐瞒 或许是蒋树辰瞒着我姐立遗嘱的呢 还有 我们已经确定了 第三使者陈慧宜 曾经是蒋树辰游庭的第一副手 在她电话里 我们发现张旭辉临死前两个小时 曾经跟你姐通过电话 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 王小凡为了继承遗产 先串通了陈慧宜杀了蒋树辰 然后利用张旭辉篡券杀了 把她杀了 最后连她的同伙人陈慧宜也灭空 不可能 Wendy的样子大家都知道 她和陈慧宜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 虽然陈慧宜的尸体已经面目前非 但是我们不排除 她曾经整个容忍的可能性 所以这点就解释了 为什么凶手刻意把尸体毁容 我还是觉得很牵强 不管你怎么想 我和友谊已经决定 我们会把你从这个案子调出来 从今天开始 你不准再调查这个案子 可是 不用再说了 我已经决定了 程有为 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 居然私下去查我姐 而且还隐瞒我这么久 江水我都告诉你了 应该亲口告诉我的人是你吧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我就知道你接受不了 所以才选择不告诉我 好 那你现在告诉我 你凭什么怀疑我姐 江水应该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吧 那些只是表面证据 根本不是真凭实据 而且我姐在张旭会遇害那天 一直在公司工作 到第二天的早上六点才离开 这一点应该很清楚的 问题是当时只有她一个人在公司 根本没有时间证人 那公司的闭录电视呢 应该有记录的 那天你姐公司的保安系统出了问题 CCTV一整晚都没有操作 而且大楼的保安人员也承认了 她当天是身体不舒服 一整晚都在打瞌睡 根本不清楚也谁进出大楼 不可能 我还是不相信我姐会为了钱杀人 我跟你也一样 也不愿意相信 你姐跟这几种案子有关 我们查案说的是杀人东西 你仔细想一想 蒋树成死 张旭会死 现在连陈慧怡也死 如果这些事情都被掩盖 最后谁最得理 我还是不认为我姐是杀人救手 现在证据摆在眼前 身为警员 我们不能因为跟疑犯的关系 而公私不分 再说 我们又不是一口咬定 你姐就是凶手 总之现在还在调查阶段 很多事情还需要求证的 你就不要想这么多了 小倩 有为 姐 陈警官 你好 我是王小姐的代表律师 我想 不要担心 我只是来协助警方调查 亲者自亲 只要我没做过 肯定不会有事的 我相信你 这件事暂时不要跟爸说 不想他担心 王小姐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是时候进去了 好 总之有什么等我回去再说 有为 麻烦你帮我看这台 都几点了 小杨不是要回来吃饭了吗 应该在路上了 你不用担心 我打给她好了 不然这样等 她等到什么时候 爸 不用打了 姐刚发过简讯给我 说她很快就回来了 你干吗不早点说 我一时忘了 你要多向你姐学习 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交代 不要每天糊里糊涂 忘东忘西的 知道 爸 小凡 怎么那么晚 是不是又加班了 没办法 要处理的公事太多了 你先休息一下 我马上把它弄热 很快就有得吃了 爸 不用了 我自己来就可以 你去休息吧 还是让我帮你吧 真的不用了 我自己来 你去休息 那好吧 晚安 姐 怎样 情况不是很乐观 警方所提出的证据对我非常不利 廖律师说现在只能等着 看检控署那里接下来怎么做 都怪那个陈勇为 关他什么事 他不应该瞒着我偷偷去调查你 廖律师说只要我没做过 没什么好担心的 可是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不是 真的是这里吗 你是怎么找到的 我是根据之前绑架新闻的地址来 找到这里的 你应该不会错 到了 我记得我当年就是被关在这里的 那我们现在要做些什么 这里周围有名椅子 有 快把它搬到这里来 然后呢 把我的手脚捧起来 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我要你帮我重演一次 当年被绑架的经过 把手机拿出来 封住我的嘴 不要让我说话 不看是算了吧 不行 我要让莉莉跟我教育一样的经历 这样我爸爸才会明白我当年的感受 让他后悔为什么没有立刻来救我 可是当初我们只是说好绑架莉莉 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 万一出任命怎么办 怎么会呢 就只是塞着嘴巴会出什么事 而且现在我不是给你时间彩排了吗 你照我的话做就是了 快点啊 还愣着干什么 快点啊 快点啊 帮你们帮我 我要找我的帮吧 小伟 小伟 不要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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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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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你们爸爸 我要去找我爸爸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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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爸爸 子萱 子萱 你没事吧 子萱 答应我 你以后要好好保护我 不要再让我受伤害了 太太 找我有事 今天你跟子萱到哪里去了 她今天想喝咖啡 所以我把她带到咖啡厅 散摸了整个项目 坐下吧 我有话要说 我发觉子萱最近神神秘秘的 问她什么都爱理不理 她有心事吗 太太 你放心 她没有什么 我一直都在看着她 我告诉你 我发觉子萱她离我越来越远 好像快不认我这个母亲了 子萱不会离开你的 子萱会变成这样 全都是因为你 是你把子萱从我身边抢走了 我不拐弯抹角了 你说 你要多少钱才肯离开她 太太 你什么意思 你说 十万 五十万 一百万 应该够你花二十年了吧 也许钱在你眼中是万能的 但这不代表每个人严厉都只有钱 我跟子萱在一起 从来都没有想过得到什么好处 你到底喜欢她哪一点 我喜欢子萱 因为子萱在我心里 跟一般正常的女孩没有分别 她开心所就笑 不开心所就哭 她有自己的想法 什么都愿意跟我分享 我跟她在一起 我觉得很开心 难道你不介意她看不到吗 爱一个人不就是要接受对方的全部吗 这世界上没有人是完美的 包括我在内 我做过五年的老 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 可子萱有前妻过我吗 子萱眼睛看不到 可是对我来说并不是问题 因为我可以当她的眼睛 我答应过子萱的 我以后会保护她 我不会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我不会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这 是你心里面的话 只要子萱需要我 我不会离开她 抱歉 我一直怀疑 你是因为我们家的钱 才跟子萱在一起 太太 我反而要谢谢你 谢谢你愿意了解我们 其实你真的不用给我什么 我只要你的祝福就够了 陈女士 高医生 怎么这么巧 好久不见 你一个人吗 刚约完朋友逛街吃饭 对了 我听海生说 方小姐最近的心情看很多了 是吗 经过上次催眠之后 她的心情真的是好很多了 谢谢 那就好 你在等人吗 是 我在等海生 可是她的电话总是打不通 既然这么巧 不如我就送你一程吧 怎么好意思麻烦你 海生是我好朋友 他的老板 我很乐意帮忙 来 我帮你 不用了 我自己来 你别跟我客气了 我自己来 不好意思 陈女士 你的袋子 好 我来 谢谢 关于案子的事真的很抱歉 我知道你只是公事公办 今天我来是想要知道 你内心对我真正的看法 你不要为难我 好吗 我只想知道我在你心目中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 我认识的你 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强人 凡事都有自己一套想法 目标准确 很清楚自己要是哪 一旦决定了一件事 谁都没有办法阻止你 或许在外人的眼里 你是一个不讲情理 甚至冷酷无情的人 但是在我眼里 你还不至于为了利益 会做出上天害你的事 但是你的想法和你的行为并不一致 私底下我会倾向相信你 但你至上我不可不承认 你的确跟这几种案件有密切的关系 就因为我是蒋书臣的未婚妻 我总是觉得你有很多事情在隐瞒着我们 就好像上次跟大炮雷见面的事 如果不是被我发现 我想你还是会继续隐瞒 很多事情我讲求的是结果 不管过程怎么样 会不会让人误会 一点也不重要 不过既然你都这样想了 我无话可说 对不起 我的回答让你失望了 你知道吗 我一直以为你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看来我们真的有一段距离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一点也没有 就好像当初我们分手 我以为你会打个电话给我 叫我留下 是我想太多了 打扰你了 谢谢你的红酒 这把刀是在王小凡车上找到的 见证课已经证实 上面有陈慧亦残留的血迹 检察署也认为 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起诉王小凡 拘捕令已经准备好了 去把王小凡给带回来吧 真的一定要我去 这件案子是你负责的 当然是你把他带回来 兄弟 这件事 我能不能指望你啊 也是 小倩 你们为什么选择好来这么难 王小凡小姐 这是我们警方的拒捕令 我们怀疑你涉嫌参与三宗命案 现在正式拒捕了 有一个 你有权保持沉默 但从这一刻起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嫉妒下 将来可能成为胜堂增口 我知道了 你什么事 我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